有人说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感到孤单 也有人说一群人的时候也不感到真的热闹快乐 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孤独 是一种内心的孤独 那么您最近有感到孤单吗 什么是孤独呢 林语堂说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 有孩童 有瓜果 有小狗 有蚊虫 足以撑起来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 人情味十足 智儿 琴瓜 柳蓬下 细犬 竹蝶 窄象中 人间繁华 多笑语 唯我空于两并风 是啊 孩子们多热闹 还有小猫小狗 可是这一切都和你无关 这或许就是孤独吧 孤独是一种心境 也是一种处境 更是一种感觉 今天我们来聊十句很经典的孤独诗词 看看有没有哪一句符合您的心境呢 没关注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 以后就能更方便地看到我们每天的视频更新了 欢迎您 首先来看看这句 物是人非 事事修 欲语 泪先流 这句出自李清照的武林春春晚 真是太伤心 太孤独了 很多时候回忆往事总是会让人想起很多美好的瞬间 比如小时候在祖辈的跟前享受着无尽的宠爱 比如当初的家人 当初的朋友都让人怀念 可是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 在时间里很多事情都变了 可能会失去最爱的人 可能会经历各种让人难过的事 当碰到这些事儿 往往还没有开口 人就泪如雨下了 只觉得现世悲伤 李清照从一个名门才女到后来丈夫去世 颠沛流离 她的孤独和哀伤是深刻的 也是无法排解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句 今年元夜时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失春山秀 出自欧阳修的生渣子远兮 有些时候一瞬间就想起往事 就觉得很孤独 就像这首词里 去年还是人约黄昏后呢 多么甜蜜的约会 多么幸福的一段时光啊 可是今年同样的时间 月雨灯依旧 却物是人非了 再也不见去年的人 再也没有那些温暖的时光 剩下的只是孤独和眼泪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去回忆过往 越回忆越孤单 我们再来看看星期集的这句 而今时尽愁滋味 欲说还修 欲说还修 却到天良好个秋 出自星期集的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碧 小时候总盼望快点长大 长大以后才发现 成年人的世界多不容易啊 小时候开心就笑了 不开心就哭了 当长大了时尽愁滋味 反而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了 很多时候成年人必须装作坚强 这份孤独和隐忍 属于成年人的每个你我 再来看看这句 老来情未俭 对别酒 妾流年 出自星期集的木兰花曼 除舟送饭脆 当时星期集写这首词给朋友送行 他说 我感到人生衰老 早年的情怀和那些趣味全都减少了 面对着送别的酒 妾聚年华流遍呀 是啊 时光带走了我们的很多很多 比如容貌 比如经历也不行了 可是其实人是在哪一刻 感觉到衰老的 无处不在呢 可能是在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发生改变的时候 比如原来特别爱吃水果 现在不爱吃了 特别是一些酸的冷的 比如原来可以穿单薄一些的衣服 现在那些不能再穿了之类的 所以星期集的这个对别酒 妾流年是真的孤独 朋友走了 自己也感觉自己老了 还有这句每次读都觉得孤独 劝君更敬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出自唐代王为的未成曲 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吸出阳关无故人 并不是说离开家人朋友就不认识谁了 而是很难再见到那些充满关切的笑脸了 每个人都行色匆匆 谁有时间搭理谁呢 所以和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光是很珍贵的 需要去珍惜 因为那份深情会一直滋养着我们 再来看看这句马志远的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出自马志远的天晋沙秋思 真是意境苍凉 马志远生活在元朝时期 他年轻的时候很有雄心 一直想出人头地 可是当时元朝统治者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 所以马志远的人生好像注定就是不能得知的 所以他几乎一生都过着漂泊的生活 穷困潦倒 在独自漂泊的旅途当中呢 他写下了这首天晋沙秋思 有的人呢 生来就享有锦衣玉食 享有想要的社会地位 可有的人呢 就算是有才华 纵然是拼尽了权力 还是只能居无定所 漂泊无依 这是人生的际遇 也是人生的无奈 在秋天里 漂泊的人 不得知的人 好像更容易思念远方的故乡 来看看这句 侯门一路深入海 从此消廊 是路人 出自唐代崔娇的赠去碧 元和年间呢 崔娇的姑姑有个碧女 长得很漂亮 人也很聪明 当时她和崔娇都年轻嘛 慢慢地接触以后呢 就开始 互生好感 互有情意了 可是这个碧女后来 被卖到一家达官贵人家去了 崔娇知道以后呢 很难过 始终对她念念不忘 在一个寒时节 这个碧女偶尔外出 居然又碰到崔娇了 可是两个人都不能多接触 因为这个碧女 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 崔娇百感交集 写了这首《赠去碧》 在古代 两个人往往不能自由选择 其实在现代 虽然双方都能自由选择了 但还是会因为种种原因 错过缘分 在感情世界里 最怕缘分不够了 相知相爱 却不能相守 只留独自悲伤 再来看看这句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 笑春风 出自催护的 提督城南庄 这世界最残酷的是什么 有时候是物是人非 有个朋友跟我说 她姥姥去世以后呢 有一次她来到姥姥家 跑着要上楼的时候 才心痛地再一次想起来 姥姥已经不在了 姥姥家她从小到大 来了无数次 每次都是欢声笑语 姥姥家也就是她小时候 无法无天的地方 姥姥家的小院子 是她最开心的乐园 可就在那一瞬间 她才意识到 什么都没有了 院子还在 最爱的人却已经不在了 所以人面不知何处去 真是最深的难过和孤独了 再来看看这句 寂寞银灯愁不昧 萧萧风烛夜窗寒 这句真是够孤单的 出自唐代五元横的 肃清洋溢 寂静的夜里 只有一盏的一盏银灯 发出一点微弱的光 萧萧的风声吹起来 让人觉得真萧瑟呀 从古至今都是 在外出的路上 在一个人的旅馆里 都是最孤独的时刻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句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出自苏氏的江城子 以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 苏氏的原配妻子去世了 十年了 苏氏写下这样的句子 不思量 自难忘啊 是的 生死相隔 永不复相见 可是就算是这样 也不能阻挡 苏氏对妻子的怀念 这种怀念是 就算不刻意去想 也总是不经意就想起了 自己的结发妻子 不管过多少个十年 永远都是难以忘怀的 好的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 经典的孤独的诗句 哪一句最触动你心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分享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明接见